连日来 巴西环球电视台 骑手电视台 纪录电视台等巴西几大主流电视媒体 以及巴西发行量最大的圣保罗夜报 拉美最大的环球传媒集团 也都高度关注卢拉的中国之行 12号 总台记者以连线形式走进巴西全国最大的新闻门户网站UOL的新闻直播间 介绍中国媒体对卢拉访华的期待和中巴民间友好等话题 巴西主流网络媒体论坛杂志在卢拉访华前夕就推出系列评论文章 梳理了过去十年来中巴在贸易等多领域取得的傲人成绩 以及双方对于推动两国各领域互利友好合作 提制升级 共促发展中国家团结协作的期待 我们有很多问题 我们有很多梦想 巴西外交部主管亚太事务的副部长萨伯亚表示 卢拉此行具有经济贸易和政治重要性 此访的目的是进一步深化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巴方统计 中国已经连续14年成为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 同时 中国也是巴西最主要的投资来源国之一 当地主流媒体棋手电视台也派记者赴中国 跟踪卢拉总统访华的行程 棋手电视台新闻总监巴斯鲍姆告诉总台记者 根据他们的采访和报道可以看出 巴方各界对于寻求与中国开展合作的热情十分高昂 总台记者巴西圣保罗报道